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油 顾客来下单 他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声音 来叫他起床 睁态音 大书音 罗利音 御解音 我叫维尼 在淘宝上有经营一家比较特别的店铺 提供早上叫人起床的叫早服务的 至今已经有两年多了 目前是全职在经营这家淘宝店铺 我之前的那个工作的话 时间还比较宽裕 所以我想找一点事情来做 那我就想到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起床困难户 也不是我一个 也有很多人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对于起床这件事情来讲都比较痛苦 开始的话都是我一个人来打电话的 那后来慢慢的单子也多了 刚好有店员来问我 请问你们这里需要人吗 然后慢慢的招聘 把店铺里边店员的声音种类丰富起来 店员的话目前小哥哥小姐姐分别20个 所有的成员都是兼职的 每天的下单量的话 大概是在30到40单左右 我叫王决锤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在一家家居行业里面 做行政管理的工作 之前呢是在维尼教杂小铺里面 做一名店员 当时加入的原因的话 就是觉得 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的声音温柔好听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 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然后结果四川人呢了不分 所以我就 这个梦想就无法实现 而另外一个呢 因为我当时空闲的时间会比较多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呢 我总共接了600多单 我最后选择退出 是因为我换了一份工作 然后这一个工作非常的饱和 就是较早看起来 好像你用的只是那么几分钟 但其实你私下里要准备的事情很多 比如说我当时我的手机 你全是各个城市的天气 我要记下每天 我跟他们说一些什么 我明天我不能重复告诉他们 一样的东西 就会让顾客感到 好像没有被用心对待 这些店员的话 分布在全国各地 平时的沟通也是通过网络 来进行联络的 所以很多人 我都是没有见过的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我水之呼 然后有一个问题是 你在网上买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里面有一个高赞回答 就是较早服务 然后我觉得很神奇 我自己也买了一下 接到电话的第一天 小姐姐开口就说 觉得我声音很好听 我叫天天 今年25岁 从事IT电子类行业 我选择做这份监职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吧 第一点就是 正好有这样一个契机 小姐姐快我声音好听 然后店里正在招人 第二点的话 是觉得很有趣 因为觉得平时的工作 太无聊了吧 身边的圈子 基本上渐渐的成型了 就是以前的同学朋友 然后还有现在的同事这样 不是很频繁能够接触到 外面的陌生人的这样一个圈子 把这个叫早电话 两个人是生活完全没有交集的 所以他没有压力 想说什么都可以 第三点的话 就是比较方便 你只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然后再利用早上 不是特别主要的时间段 来打电话 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个人生活吧 我每天的接单量 现在基本上在 四到五个叫早电话这样吧 而且都是包月或者包周的老客户 就比较熟悉了 顾客的类型有很多种吧 第一个就是有一些人是声控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家或者闹铃叫不起来 然后父母或者室友也叫不起来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陌生人他就觉得自己花钱了 要只回票价吧 偏多的都是学生吧 我接到过年龄最小的订单是一个初二的学生 第一次接到学生订单的时候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吧 可能因为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并没有形成 然后可能更多的以正能量的激励为主 我应该会一直从事吧 觉得挺好玩挺有趣的 当然如果说停的话 可能比如说我工作真的很忙 或者说我有女朋友了 就不会再去从事这份兼职了 对不起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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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